各位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多谢主席的介绍 好像有些神秘 不过你知道香港宣祷会的历史 唐宣是很特别的 名字和其他宣祷会和俱联会的唐会有分别 虽然主内一家 尤其是宣祷会的大家庭 感谢神 我们今天读的是《旧约圣经》《摩西五经》 最后一卷书《生命记》 最后的一章 三十四章 最后的三节 第十到十二节 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才知像摩西的 圣经给了摩西一个极崇高的赞预 或者我可以说一个概观伦定 经文这一章 其实也加上一句解释 摩西有什么特别? 为什么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第十节的下半 这一章 它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我们不是吗? 我们很容易读圣经就乱思识的 经文这里其实是引用上帝自己说过的一句话 你知道在哪里记载吗? 《文数记》 《文数记》第十二章 第一节开始 《文数记》再继续一件可大可小的事情 这句话是什么? 摩西的哥哥阿伦 和他姐姐米利安 毁谤摩西 说什么? 难道耶和华只是与摩西说话 他不是也跟我们说话 跟我们的声气很相似 别人反对摩西这个不奇怪 其实出埃及由一开始 以色列人不是赞成的 好了等了四百年 终于有人带我们来吧 来吧来吧来吧 越早走越好 刚相反 你读出埃及记 你读文数记 以色列人是不想离开埃及的 以色列人从头一天开始 就问摩西 你想带我们去哪里? 没有人认识迦南应许之地 来到旷野更加是怨声再度 这些如果像空白一片 应该快报名读主 但这一书反对摩西的是他家里的亲人 姐姐我们很熟 摩西的孩子的时候 谁在河里看守着弟弟 然后救他 又跟法老的女儿 推荐妈妈做羽养摩西的人 那就是米利暗 亚伦更加是上帝 在摩西未出世之前 已经预备了的哥哥 所以当上帝呼召摩西 摩西再三推辞 我不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 昨天不是 前天不是 你跟我说完之后都不是 推得很彻底的一句 上帝我们广东话怎么说 捉象棋兜督将军 你未出世之前 我已经预备了阿伦 他可以帮你说话 所以两兄弟一起去到法老的面前 现在反对摩西 毁谤摩西的 竟然就是曾经救过他的姐姐 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哥哥 这书特别文数记十二章 就记载了一句说话 他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凰 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其实经文的交代就是 摩西一句声都没有出 他没有为自己申辨 他没有为自己说话 他没有拼回他姐姐 他哥哥所说的 但其实你明白摩西在心里有多痛苦 第二个反对他又是何 现在家里两个 不是前辈 他都是长辈 都是长兄 都是救过自己的亲人 所以这个时候 耶和华在云柱当中降临 经文说耶和华是忽然之间叫他们三个出来 留意到这些经文 所以不要只听我说 自己有圣经回去读 然后就召阿伦和米利安两个人 特意叫他们来 跟他们说什么 耶和华说 你们中间如果有先知 我耶和华是在异象当中向他显现 是在梦中与他说话 那已经非同小可了 你昨晚发梦 上帝有没有跟你说话 没有 所以上帝对先知说话已经很不简单 但是第七节 我的牧人摩西不是这样 他不单是在我全家尽忠 我和他面对面说话 明说不用古迷语 他看到我的形象 你们毁谤我的牧人摩西 为什么不懂得牧牌呢 这句话是这样来的 摩西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 一个很高的推崇备致 如果在我们的安息礼拜 有一句这样的说话 真是不得了 你明白吗 《生命记》三十四章 来到最后这句 是引经据典 是有事实 是上帝自己 来肯定他的牧人摩西 你说上面那句都是上帝说的 马兴起先知 像摩西在哪里 没错 你记得很对 不是在另外一篇书 都是同样在《生命记》 十八章十八节 很容易记得出处 上帝说 上帝在那树答应摩西 一件事 上帝说 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 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你 糟了 不读由是可 一读 两节摆在一起 你看到问题出处在哪里 读圣经 不要牛逗 要听得清楚 究竟三十四章说没有 十八章说有 那谁对谁错 圣经矛盾了 圣经有错误了 那你不信圣经了 现在不是我信不信圣经 现在是圣经自己这样记载 那一定是原稿没有错误的 原稿也是这样说的 都是这样写 前面说 我一定兴起才知 后面说 以后再没有兴起才知 明明是对着干的两句说话 我们要小心 圣经没有统一口径 不过我们经常读圣经的时候 只是读十八章 我们暂时忘记三十四章 只是读三十四章 我们又忘记了十八章 那就没事 不单是旧约会有这样的情况 新约一样有 你记得保罗和雅各 恩信清义的争论吗 罗马书明明说 人清义是恩着信 雅各书明明说 人清义非恩着信 幸好我们改教运动 我们每个都帮曼兵努德 砌雅各 高举保罗神学 但是雅各书都是大公书信 都是圣经 谁说罗马书比雅各书更重要 我们 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 所以读圣经 不是去改变圣经 改写圣经 作者来到总结压续最后的一句 他说以后在以色列当中 再没有先知 兴起像末世 你以为他忘记了十八章十八节 上帝说过吗 我们会不记得 我们会不熟 他写的 究竟有还是没有 我们就很紧张 很快趣 想要适当 找一个model answer 我常常都感叹 我们这一代 长大在香港殖民地教育制度 考试 因为人多 所以要用电脑改卷 发明了multiple choice 你也做过 ABCDE 用圆筆填一格 还要填得很正 填歪了 电脑改不了你的卷 是这样的原因 真逼我们形成一个概念 就是每一个问题 只有一个答案 再没有第二个 后来我去到苏格兰 读书 读神学 我才发觉 原来不是这样读书 原来老师每次问一个问题 都是想你从前面 后面 左边 右边 360度 看清楚 不要扔一个摩刀答案 以为掌握到真正的答案 如果我们读到三十四章 我发觉摩西很伟大 先知做什么 刚才十八章十八节 我没有读到下面的半节 先知是将神将当说的话传给他 他先知将神一切所吩咐的传给百姓 今天我们很熟悉这个角色的职份 记者招待会 有发言人出来代表国务院 代表外交部 代表总统 以前Ronald Reagan做美国总统 他邀请了一个很好的白公发言人 这个发言人叫Mr.Speak Mr.Speak speaks for the president 真是难找 这些姓都改得这么完美 我们明白 站出来说话不是他自己任他说的 喜欢说什么就是什么 总统可以 之后找人跟他斗 但是这个发言人出来说话 我很记得《基本法》的时候 有内地的法律学者专家出来 对记者说一番解说 其中他说到以下我说的这一段 是我自己的意见 我听的时候我想这句都是开了会的 都是决定不要那么权威 所以你说你利用自己的身份 都陷入了剧本 因为你出来是代表你背后的权威 才知道 不是说预言 我预测你今天下午吃什么喝茶 不是 是代表上帝说话 摩西的确上帝面对面和他说话 以后再没有这样的神的福人 但是34章讲一个事实 摩西死了 大家一定会很担心 以后怎么办 谁有摩西这样的谦和 谁有摩西跟上帝这么亲近 谁能够面对面听上帝说话 然后来和我们说 大家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生命记》的作者 其实记载这一段34章的结束 摩西已经不在了 对不对 摩西已经过去了 如果我们心水清 其实《生命记》第一章 头一句 摩西也不在了 你说不是 《生命记》里面大部分都是摩西说话 不是摩西自己写下的吗 当然是他自己写下了 还有谁呢 有时真的对不起 要鼓励大家 如果你有机会读《希伯来文》 这样读圣经就立体很多 《生命记》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 很简单的一句说话 以下所记得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向以色列众人所述的华 摩西自己也可以写这句 原本这里不是说《若旦河东》 不是说《东》字 《希伯来文》是有东南西北的 所以他可以用《东》这个字 但这里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 我们香港人马上明白 在尖沙咀碰到朋友 去哪儿 我过对面海 天星码头 65岁以上不用付钱 当然知道吗 免费就过了 去中环买我过湾仔 没问题 但是过对面海 你不用说中环 反过来 你在铜锣湾 碰到朋友 去哪儿 我过对面海 那就不是去港岛 那就去九龙 对面海是视乎你站在哪儿 然后说对面 约旦河一样 约旦河对岸 视乎你站在哪儿 约旦河东 我们都知道 是以色列人未曾入加南 约书亚带他们过河 攻打耶利哥 围城七天 所以现在说下面所记载的是 摩西在约旦河对面 那就是港的人站在哪儿 进了加南 摩西在吗 不在了 摩西不能进加南 你读圣经记得 他拼命祈祷 骑到上帝说什么 够了 不要再骑了 你想看看加南 有没有去过 去圣地一定想去的 让你看看 你过不了去的 所以当生命记一章一节 以下所记载的是摩西在对岸 约旦河对面 说的人 听的人 看的人 读的人 全部都已经过了约旦河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希伯来文用的字眼 作者也都在记载摩西的说话当中 他有时候会伸个头出来 加把口 你读《生命记》有没有留意到 摩西说回他们来到约旦河东 赢了两场很漂亮的胜仗 打赢了阿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岳 你们真的不是眼放光 是空白 没有读过 很重要的 在抗野四十年 现在竟然和精兵粮仗的这两个加南地的军王作战 又赢了他们 这个时候 《生命记》的作者忍不住伸个头出来 和合本加了括弧 他说巴山王那张铁床 真是王岳的 有读过圣经吗? 有读过圣经吗? 今天还在我们中间 你去参观 当然圣经没有说这么多 但今天现今是什么意思? 不单是地理上 约旦河对岸 时间上 昔日 摩西大令以色列人 打赢了这两个王 今天 他那张床还在加南 我们可以看到 作者记载这些 并且 作者也去到二十九章 有传段是记载上帝和以色列人 不是在河列山 而是在摩鸭地 纳约所说的说话 谁在传递上帝的说话? 摩西 摩西死了 还有没有人? 作者从头到尾 从第一章到三十四章 他在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能够听见 读到摩西的说话 是因为圣灵感动 能兴起生命记的作者 我们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记载摩西的说话 他记载神的说话 神对约书亚说 神对摩西说 摩西死了之后 全章三十四章 是上帝兴起先知像摩西 不用那么高那么大 他只要诚实全讲神的说话 摩西过去 再伟大的领袖 属灵的伟人 他都是服侍他的一代 摩西不在 但是不代表上帝不在 懂得听这两个字 上帝在这里 上帝说话 上帝兴起先知像摩西 所以作者来到三十四章说 以后再没有先知像摩西 他是记得十八章的 我不是摩西 我不像摩西 但是上帝仍然守约思此外 他的应许确实 他兴起先知 以色列人能够听到神的说话 能够听到摩西的说话 因为有生命记 有圣经的作者 是圣灵感动的 不过生命记最精彩的 其实不是跟我们矫缠在 到底还有没有先知像摩西 有还是没有 这个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生命记最特别的地方 是他重复记载了 上帝在西乃山颁布十条戒命 刚才早堂我问过罗牧师 我说我去礼言会 他们主日崇拜 站起来每个星期都读一次戒命 请听耶和华 在西乃山颁布的十条圣界 牧师说完这句话之后 满风琴会响起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都吓了一跳 好像两个手 只要按下去的声音 西乃山上听见的是雷光闪电 密云 大家敬畏 在书立来听十条圣界 《生命记》第五章 《重复上帝颁布十条》 请问为什么要重复呢? 我怕大家不记得 所以说多一次 说就需要多一次 我常常说 别人问你多少号电话 你一定不能说一次 说完一次之后 没有人记得 最少要说两次 尤其是留言 但写给人呢? 写个电话号码给我 那需要两次? 不用的 一遍就行了 你不记得就再看 所以圣经里面 你不记得 就回去《出埃及记》二十章看 不需要 吓了《生命记》第五章 一半的篇幅 来重复前面《出埃及记》 记载的十节 所以或者 要这样记载的目的 不在重复的十节 这上半部分 目的其实是 后半 《生命记》第五章的后半 非常精彩 说什么? 我们读完十节 就以为高潮已过 盖上圣经 不是 上帝颁布十节之后 百姓来见摩西 有没有印象? 百姓跟摩西说什么? 感谢主 我们今天看到上帝 跟我们说 真是 招民到 直死可以 不是 百姓不是这么说 百姓来说什么? 百姓说 不如这样 上帝跟我们说 你上去听 听完之后 你回来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进行 你懂不懂 百姓在说什么? 不知道 其实 你用平常心去听 你都明白 百姓害怕 怕什么? 上帝雷光闪电 这样跟我们说 用什么我们会死的? 那不如怎么样? 不如摩西你去吧 要死谁死? 那你死 我们不用死 我们看到摩西死 我们就回到埃及 就回到埃及 这样也可以 是的 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 都是同样的想法 这么自私 是的 那当然是 生死大事 摩西你不跟你说 上帝面对面跟你说话 你去你去你去 我们不知道摩西心里面 在想什么 摩西这么聪明 四大文明古国 埃及哈佛毕业 没理由听不明白 但是生命记和我们记载的 不是摩西想什么 我说精彩的地方 就是生命记的作者记载的是 上帝想什么 神监察人心 是吧? 你来到花言考语 说得多漂亮 上帝一看 你怕死 拥摩西出来 上帝怎么说 我读给你听 西明记第五章 西明记第五章 你有圣经 你回去再看 二十八节 摩西说 你们对我说的说话 我说我听见了 很重要 上帝听见了 耶和华对我说 上帝说什么 这百姓的说话 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善 用今天的说法 他们说得对 这也对 为愿他们传这样的心 敬畏我 尝遵守我的一切继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百姓哪一句说得对 不是拥摩西上山那一句 但是上帝不需要和他们矫前在 谁听上帝说话 上帝我们今天会说 underline 就是加强的 这句对是什么 进行 谁跟你说都好 最重要的不是谁跟你说 是你有没有遵行 如果你听见你遵行 你和你的子孙 什么 永远得福 留心子孙 就是不只是你听 是你的下一代 你的再下一代 到不是因为我们有机会听到摩西讲道 所以我们有福 不是 不是 谁说我们听神的说话 我们进行 上帝亲口说的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永远得福 永远得福 你说今天我们看这段圣经 没有什么要进行 明白了 没有冲突 有 下次参加聚会 不用问哪个讲道 行不行 行不行 懂不懂 懂 懂 下次坐下 说到乱七八糟 你忍不住 要批评之前 先问 上帝跟我说什么 要我进行的 在一篇这么差的道里面 上帝没有什么说 还是你不听 还是你不进行 是啊 关键 不是谁说完 关键 是你坐在那里听了 你要进行的是什么 有些人告诉我 今天我真的不可以去这个崇拜 因为我坐在那里会犯罪 没办法按住你不犯罪 不过在犯罪之前 你问一下你如何听上帝的说话 遵行就有福 有福之后犯罪 那就认罪 背改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理直气壮 他不听 没有这件事 从最初五经 第一个最出名的陪灵会讲员 末世 圣经说 不是谁说 是谁听 谁听 遵行 就永远 什么 突福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清楚 明白了 不过我们不遵行 下次我们一样选 下次我们一样选 下次我们一样顶 下次我们一样听见 都说没有听到 难怪 这么难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得不到上帝的赐福 圣经的说话就是这么清楚 圣经的权威就是这么清楚 他不是和我们讨论摩西五经是谁写的 到底有还是没有以后以色列宗兴起先知 不是不是不是 其实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他一步一步带我们去问 今天你怎样听到神的说话 当然不是摩西復活 录影 我和他zoom他在天堂 没有 上帝兴起先知像摩西 不过又不像摩西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会再有摩西的了 不过上帝仍然说话 透过很轮盡的仆人 很漏爆的牧师 听完之后都不知道他有什么的讲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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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m down 上帝跟你说了一句什么 有没有听到? 你要不要遵行? 你要不要得福? 就是这样 西面记其实就是这样 提醒我们 每个星期你有机会得福 你好好把握上帝的应许 将神的说话 藏在心中 从听到的心态开始 好吗? 我们同心 低头祈祷 多谢天父 因为你的说话 因为你的说话 不是高高在上 你是在我们中间 你是在我们中间 是我们听得明白的 是我们可以遵行的 并且如果我们这样遵行 我们就必定蒙福的 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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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埃及第一代 你的百姓 到今天 唐宣 这个属灵的家庭 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可以这样 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都可以这样 遵行你的吩咐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就永远得福 多谢你 我们恭敬 将你的说话藏在心里 让我们不要得罪你 谁听我们不配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命求 阿们